相传日本江户年间 女人想要嫁入婆嫁 必须得到一口铁锅的同意 若桃木在铁锅内燃烧发出声响 代表着将来会幸福 如果没有声音传出 则表示这段婚姻会带来灾难 女人期盼了好久 直到柴火烧尽 铁锅都没有发出一点声音 女人非常的失落 请求婆嫁让她嫁入 自己一定会服侍好公婆的 由于铁锅不响 母亲也在庞吉利却说她放弃 就在这时 郑太郎站了出来 表示只是算命罢了 不用太过于在意 还成口舌之快 承诺自己会娶阿月为妻的 阿月非常的感激郑太郎 婚后不仅每天都照顾公婆 还帮忙打理小店的生意 而郑太郎却是个魂球 不仅对家业不管不顾 还时常偷钱出去娱乐 每次被父亲当场抓住 都是阿月替她求情 可是郑太郎并不领情 还用偷来的钱在外面养女人 甚至给女人买房子 不久后 阿月就发现了他们 回家后 阿月将丈夫偷心的是告诉了公公 公公表示要亲自去解决 但阿月不想和郑太郎闹掰 于是单独找到春花 给了春花十块金币 让春花离开郑太郎 如果春花不离开 那么自己会自尽成全他们 很快春花就离开了 当郑太郎回到竹屋 发现春花已经离开 心情十分失落的她 最终回到了家中继承家业 还主动帮忙打理店铺 看到郑太郎回归正轨 阿月和父亲非常满意 可是失去春花后 她总是郁郁寡欢 面对妻子的热情 总是不冷不热 这天她在河边行走 春花已经落魄成了游女 经过一番询问 郑太郎得知了 是妻子逼迫她离开的 回到家后 郑太郎说起了春花的事 表示自己前两天碰见了春花 还说出春花沦落为游女的事 阿月听后有些自责 郑太郎见状 连忙表示春花想要回老家 需要有人为她赎身 有些自责的阿月选择帮助春花 还把自己的嫁妆全部拿出 郑太郎与春花拿到前后 反手就将阿月困住 还打算与春花私奔 阿月不想让丈夫离开 再次请求丈夫留下 但郑太郎却对她说 你那蛇蟹般的眼睛 我光是看着就恶心 望着丈夫的远去 阿月瞬间心如死灰 回到家中后 直接诅咒丈夫和情妇不得好死 之后一头撞死在结婚时的铁锅旁 隔天一大早 郑太郎和春花私奔时 春花脸部毫无表情 坐在茶棚时 总是瑟瑟发抖 嘴里喃喃道我错了我错了 郑太郎没有在意 可是第二天醒来 春花独自来到河边 诡异的一幕突然发生 她在河里见到了阿月 只见一只手伸过来 春花瞬间就被拉了下去 郑太郎寻找春花时 只发现了她的一件衣服 寻找多日无果后 她还为春花立了衣冠种 并且每天都来为春花上香 路过一间草屋时 她遇见了一个女人 搭话的时候 女人给她说了一个悲伤故事 很快女人便带着她回家借宿 可是让郑太郎没想到的是 她在这里见到了阿月 一瞬间郑太郎被吓惨了 看着漂浮在空中的阿月 郑太郎被吓得四处打滚 可是一觉醒来时 却发现自己睡在春花墓碑前 那之后郑太郎就四处流浪 每日都活在恐惧之中 这天她遇见了一个法师 法师一眼看出她被阿飘缠身 法师对郑太郎说道 你正在被一个女阿飘缠身 而女阿飘已经夺走了一个女子性命 但还是无法解除她的怨气 法师还断定 郑太郎一定活不过今晚 法师的话让郑太郎触动很大 在法师的帮助下 她来到一间木屋 法师特意叮嘱她 50天之内一定不能离开木屋 如果能见到50天后的太阳 就有活命的机会 法师离开时 还在木屋旁贴满了符咒 就在当天晚上 阿月果然再次找到郑太郎 但由于符咒的存在 阿月无法进入木屋 为了引出郑太郎 还幻化出食物诱惑 郑太郎饿极了 伸手出去拿石 直接被阿月划伤 经过几天晚上的折磨 郑太郎直接快疯了 很快就到了第50天晚上 这一晚阿月没有折磨郑太郎 反而向郑太郎道歉 阿月说完后 郑太郎也连忙道歉 表示是自己不好 还请求阿月原谅他 刚刚道歉完毕 阿月就消失了 此时屋外传来一缕阳光 郑太郎终于松了一口气 才刚刚躲过劫难 还意外看见了失踪的春花 郑太郎喜出望外 连忙撕掉符咒 开门出去与春花见面 可是春花走近后 郑太郎才发现他被骗了 这一切都是阿月给的幻境 随着一声惨叫 郑太郎还是死了 并伴随着阿月的灵魂 消失在了铁锅之中